林允儿可谓广告女王,仿佛吃喝玩乐都能驾驭,近日最新代言美曝光,是为韩国面包品牌站台,一系列漂亮美照流出后,粉丝不只想化身为面包,就连广告中林允儿的居家造型也成为话题。 韩国娱乐时尚圈的广告女王绝对能颁给林允儿,除了常见的精品服饰之外,现在触手升到了食品界,为韩国知名面包品牌代言。 最新广告影片及照片曝光后,引起粉丝一阵好评。 广告中林允儿手拿着吐司可爱的笔画微笑然后放进嘴里,网友直呼真想变成那块吐司,那面包被吃也值了。 最新面包广告已居家风格现身,手上拿的吐司让粉丝直呼想变成他手中的面包。 除了主角面包,如鹰眼的的林允儿粉丝更加关注林允儿在广告中的造型,设定为居家感氛围,因此林允儿穿了健宽松的白色素面衬衫,搭配灰色棉质铅笔裙,脚上还穿着小白袜显得超可爱。 头发随心扎起搭配清新淡妆,化身时髦主妇居家风格,比起时尚华服或性感裸露,似乎更有让人享入菲菲的空间。 也让不少林允儿的男性粉丝留言今天回家就叫女友这样穿。 就是这个白衬衫加上小白袜的造型,太可爱了。 衬衫领口稍微拉低一点,即使家居服也可以带点小性感。 黑发黑眼不黑面,独嘴独舌不独心。 用专业辨认明星着妆,用灵魂批判糟糕品味。